李明浩 谢谢 谢谢 李明浩跟上海很有缘分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 再次登上了东方卫视跨年圣典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祝福的话 送给中国的观众 大家 欢迎订阅 非常久 大家见到很久 很久没有来到上海了 我想你们了 李明浩其实今年已经是速度来上海 那有很多的粉丝 其实是你走到哪里都跟到哪里 你睡在哪家酒店 他们就在下面等着 所以今天看到他们 有没有一些温暖的话 想要送给他们 谢谢 我爱你们 谢谢 来到我们东方卫视 我们跨年圣典 那东方卫视刚刚新鲜出炉的 我们中国梦之声 那么多的年轻新生代 也是未来的偶像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李明浩 给我们这些新生代的力量 送上他的一些经验 和祝福和寄予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请李明浩老师 来教新的偶像小朋友们 一些技巧 上一堂短短的偶像学堂 可以吗 要不要看 我想今天教的不用多 第一项 李明浩要教我们的是 每看到不同的地方 都要摆出不一样酷和帅的姿势 我们分四个区域可不可以 四个 预备开始 第一个 第二个 这边 然后这边 第三个 第一个 谢谢李明浩的配合 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年轻时代 不同的时代 都有自己的梦想 我想问一下李明浩 在你的小时候 或者在你成名之后 有些什么样不同的梦想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足球运动员 然后到了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长大了之后 我就梦想当一名演员 从零开始慢慢去学习努力 现在在做 往一个好的演员的方向去努力 掌声送给李明浩 那在2015年 马上到来 到来之际 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愿呢 在2015年 工作的计划 或者有一项 在2015年 实现的梦想 有没有 我新年的愿望是 在座的各位 所有的人 包括我 还有我身边的所有的人 在2015年 可以过得幸幸福福 是 谢谢 那这样 我们也不要等到2015年 今天就让大家幸福一下 我们还有特别的礼物 吃力明浩 要特别送给 看电视的朋友的 哇 这个礼物大了 我们中国人呢 有个习俗 在重要的场合 送你一支如意 是 希望你趁心如意 年年世事都如意 是 所以呢 今天李明浩要送出的是 老凤翔提供的金如意 来 有请我们的金如意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完全纯金的 纯金的如意 大家想不想 这支金如意 用特殊的方式 沾上我们李明浩的气息 然后送出去 要不要 那我想听一下 你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哎呀 我都不好意思 这么跟他说 你们会韩语 你们直接跟他说吗 你们想要李明浩怎么样 我听懂了 粉丝说能不能 亲一下金如意 然后带上他的气息 送出去 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李明浩新年快乐 一起新年快乐 好不好 三 二 一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